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移动革命 来自各大品牌的电动车 有如雨后春笋 只为了在一面倒向纯电的洪流 彻底扭转人们对汽车的三观前 站稳一席之地 好似这家三三来池 出自车坛巨人Toyota之手的 纯电跨界修旅BZ4X 当时事求是的丰田不在置身室外 却也不免让人对着初来乍到 却似曾相识的新手 是否足以撼动由强势新创所独大的市场 感到有些疑惑 说到电车新手 就不得不提提 25年前 当时除了台湾天团5月天 正式成军 我身后的台湾大哥大 正式开张营业 在那一年 Toyota也推出了 人类史上第一台量产的油电混合车 Toyota Prius 从此成为了丰田的招牌 不过在同一时间 他们其实还另外推出了一台 以第一代的RAV4为基础的RAV4 EV 虽然它搭载的是一颗 容量仅仅27千瓦 续航力至高153公里的聂氢电池 不过根据当初所售出的这328个车组的反馈 它的电池寿命甚至高达24万公里 所以丰田根本不是新手嘛 他们早有预谋 只不过不改他们对于可靠的执着 是说丰田的涉猎可不仅止于此 打从1975年 使用燃气涡轮发电的实验性作品 Century Gas Turbine Hybrid Experiment 正式在东京车展亮相起 丰田便不曾放弃电的可能性 即便是机械狂热的90年代 都曾少量生产过42台Time Ace EV 与专攻东京都厅使用的 Crown Majesta EV 这还没提曾落脚日月潭的纯电三代 RAV4与IQ EV等作品 所以丰田他们真的来晚了吗 一个在混合动力生跟拥有多项专利的世界级大厂 他真的会坐不出电动车吗 唯一的可能性啊 在我看来只有一个 他们一直在等待成熟的时机才要出手 让他们真的这么做了 故事发生在2021年的10月29日 这是一个新奇物 也正是在这一天啊 Toyota正式对外公布了他们的纯电子品牌BZ Toyota甚至发酵了豪雨 要在2030年推出总计30台各式各样的电车 当然当中也包含了Lexus 来填补这个市场空缺了 这台车就是他们工程掠地的第一步 虽然这是一台不折不扣的电车 不过在设计上它倒是没有太超现实 或者让人太冲击的笔触 乍看它的CD柱乃至于悬浮车顶的设计 你甚至会认为它跟目前的RAV4有几分相似 只不过略宽也略扁了一些 就它没有破坏性的创新 看起来还是像一台丰田 不像它的对手啊 会去强调那种仿佛来自未来世界的设计 它就是这么的熟悉 顶多就是利用纯电架构和燃油的不同之处 去优化一些外形上的细节来增进它的空力和节能的表现 就连这个18寸的框胎 它的尺寸扁平比看起来都非常的中规中矩了 说到它的内装 虽然仪表台上用了这个非常特别的织布设计 不过基本上就是Toyota一贯的感觉 它的压花使用钢琴烤漆的方式它的按键 除了这个非常有战斗机既视感的仪表 还有它向上台的方向基础确实让人非常惊艳 但基本上与传统的燃油Toyota真的是没有什么区别 你不需要花任何时间去熟悉去适应它 就像是任何一台你我身边的Toyota 居然工修了 虽然这个隶属于CCS1 最高可负荷功率达到150千瓦的充电规格 确实没有技术性的亮点 也确实我们可以在约莫一杯咖啡的时间之内 充饱BZ4X本身约莫八成的电力 只不过非常可惜的 我们没有办法带着大家一起来体验 跟充电站整并一起的咖啡馆的服务 不过就像是任何一台你所熟悉的Toyota 单全台各地具备可以维修保养BZ4X的据点 就高达161件 所以无论你在台湾的任何一个角落 都不用担心自己会成为孤儿 没有人会照顾你的权益 而这个可不是那些只有个位数的体验中心 而且公差媲美品中的品牌 所能够供给你的安全感 即便这是一台非常easy going的Toyota 它依然有着相当多首次出现在丰田上面的尝试 像是这一座战斗机的仪表台 它本身调高了视线水平 为的就是要能够去整并传统抬头显示器的功能 解析度各方面都有着相当的提升 而且它也具备了声控空调 无线CarPlay 线传排档头也都一应俱全 再来就是它的TSS 3.0 因为它除了去扩大它的摄影机 还有雷达的辨识度之外 它也新增了速率辨识辅助的功能 不过如果你有去观察过时下的电动车 就会发现除了电本身有它的优势之外 很大一部分的好感跟认同 是建立于它的自动驾驶的功能 所以相较于很多仍然在设定上比较保守的对手而言 我认为丰田这一次真的有抓到重点 说到驾驶感它同样的也非常似曾相似 当然它还是有很电车的一面 即便这个201P跟27公斤米的峰值马力和扭力 确实不是一个会让人惊艳的数字 尤其7.5秒破百这件事情 坦白说对于电动车的认知其实是有一点差距的 全油门的时候甚至不会有弹射的感觉 不过含着它的油门 它的力量确实是非常的带劲 尤其它的铺乘方式很线性 再来就是它的重心非常非常的低 车头依然承袭了电动车轻盈的感觉 而且指向非常的俐落 波动方向盘甚至会有一种宛如自身MR一般的错觉啊 贵公鱼当初他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来审视怎么样去缩小它的基建 比方说他们采用了一个将传统的电机传动还有逆变器一体化的电驱系统的设计 以及要把电瓶设计成巨大的而且是非常薄的平板 安装在了车身的最向方 甚至是在锁它轮圈的这个中心点之下 所以它不会有某些电车在中心转移的时候 有一种轮胎跟车体不太同步的感觉 这样说好了 它的吊性非常的内敛 本身刚性循迹抓地力都非常的出色 而且配重又这么的优异 可是它不像那些球表现的对手那么的野蛮冷硬的感觉 它的提速也不会让人有不适感 只有一段可调的减速回收力道又非常的自然 就丰田下了非常多的功夫 再让电动车回归车这件事情 它不会花众取宠 可是它非常好上手 某方面来讲它依然贯彻了TNGA的概念 即便它是一个首度发布的平台 确实充满了对于现行贩售车种的本质 去进行深度的审视还有优化 或许没有什么爆点或者是很印象深刻的地方 可是它没有瑕疵 只是被设定的很精准的符合这些买家它最实际的需求 这个NEDC626公里的续航里程确实很难发生在现实的使用环境之中 可是它确实很省电 即便像我们今天这么随便的怠速用力的踩踏油门 它依然可以很轻松的跑出每5.3度电跑1公里这样子的数字 它净显了丰田对电的造译还有对造车这件事情的理解 就好比说它的剩余电量显示 它不用数字那些会让你焦虑的方式 而是单纯靠一个像是传统油车一般的图像来显示它 即使是这种细节 它都希望可以减轻你的负担 不知什么的我想起了56年前 当时Toyota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销售危机 于是提出了一个所谓80分的造车哲学 简单来说它指的正是一台车 它在各方面的表现只要达到了急剧当中的80分 就可以成为一台广受欢迎的群众之车 某方面来讲BZ4X就像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它没有什么特别突出会让你惊艳到wow的部分 只不过在各方面都像是你我再熟悉也不过的丰田 电只不过是另外一种的能源形式 当你回归车的本质它终究是要拿来移动的 就或许它offer了很酷很不一样的使用者体验 可是大家会在意的终究是那些 它的价格它的耗能它的品牌它的折旧 甚至是它可不可靠这么单纯的信任的问题 近期我真的试了非常多的电车 但它们不是动力大到让人不舒服 前卫到需要花点时间适应 要不然就是不如想象中省电 可是这台车即使它是这一阵子让我最无感的 也是最心如止水的一个作品 但它却是唯一一台真正不曾让我操心 而且是最放松也最舒服的一台电动车 我不敢说它到底可以拿什么样的特色来impress 那些对电车还存有很美好想象的人 可是我知道有一天假设这个世界上 只剩下电动车的时候 至少我们还有一个这么简单可靠 脚踏实地而且是值得信赖的伙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